大家好 我是老船長 他是豬腦袋 豬腦袋 你疫苗打了沒啊 什麼 不給你打喔 也聽說豬是排不到的 對 沒有錯 我都沒排到 你還先打咧 亂七八糟 這個Delta病毒似乎來勢洶洶 真的是讓人很擔心 我們這麼辛苦 熬了這麼久 萬一二級不小心又變成三級 又很累啊 對不對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快要降成二級 那又要持續下去 那怎麼辦呢 唉 但是沒辦法的事情 大家還是一定要 我覺得戴口罩是最最最重要的 你看為什麼台灣的疫情不會像國外那樣子 哇 動輒大爆發這樣 就是因為我們都戴口罩 在國外很多人還是不戴口罩的 他以為打了疫苗就沒有問題 結果你看 是不是 所以我覺得戴口罩很重要 所以你看今天恆大漲停板 因為戴口罩以後會變成常態 那回到我昨天坐在這個地方 我跟大家說 我說這個電子股 你們一定要小心 因為它的位階是在高檔 那有很多的股票是炒作上去的 往下掉 你要顏色停損 因為下面的空間很大 我昨天在這邊不斷的提醒大家 對不對 我還舉了兩檔股票做例子 第一檔叫做6147的奇邦 我寫在測標 大家記得嗎 今天繼續大跌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 這幾天有多少分析師告訴你三個字 半導體 你們有沒有發現 老船長跟他們不一樣 他們在講天上的股票 帶會員去追逐天上的股票 風險 會員來承擔 他們是不需要承擔風險的 我說過 投顧的分析師 有很多 大部分都是 以招收會員為唯一的目的 至於會員有賺錢 那很好啊 那如果會員賠錢呢 無所謂 奇邦就是一個例子 對不對 你看看多少人在講聯電 聯電只要一掌 之前都 沒有人在講聯電啊 台積電沒有人講啊 一掌 大家都講 通通都看好 只有那個古海老船長 每次都不合群嘛 對不對 大家都唾棄貨櫃山雄 垃圾 沒人要 過街老鼠 誰要講啊 講的收不到會員啊 對不對 那你們這些觀眾求助無門啊 然後再去看那個網路什麼垃圾同學會 裡面一大堆唱衰小朋友的啦 空軍 那麼假空軍 那麼胡說八道的 那都造口業的 他們都無所謂你知道 因為這些人 這些垃圾啊 他們心目中是沒有神明兩個字的 無法無天的 沒關係啊 那個業障一定跟 而且會有報應的 就是你在網路上酸民 胡說八道的 這個都會有業障的 不是不報 時候未到 對不對 那我一看 哇垃圾同學會這樣子講啊 更加增加了怎麼樣 小弟的信心啊 因為所謂的反市場才能夠賺到大錢 就是在這個時候 當一堆的散戶股民啊 對不對 通通都看壞的時候 然後你再加上專業的判斷 你就知道說 這個地方是絕佳的買點 對不對 然後呢 哇 全部都在歌功 頌德 半導體啊 聯電 台積電啊 對不對 哇 聯電要跟齊邦換股啊 比例多少啊 多少 你敢說你的老師沒有叫你買齊邦 有沒有 我昨天坐在這邊 我講什麼 我說啊 套牢有兩種 結局大不同 我昨天的測標 大家去看我youtube昨天的節目 很多人給我比倒贊了 他們都買電子股啊 很多人都有齊邦啊 哪個邦 邦落的邦啊 邦落的 看到沒有 你知道 你要買也要等它止跌嘛 對不對 聯電啊 今天漲不動了嘛 那齊邦當然要下來嘛 主角是聯電 不是齊邦要搞清楚啊 沒有聯電 你齊邦算什麼 對不對 這個順序也搞錯了 台積電 哇 不得了了 要衝啊 送你一根中黑啊 今天你再看全市場的節目 都在講航運股了 我早就預告了 今天金光檔分析師 全部都出來講航運股了 會員沒有啊 會員 他們的會員有航運股 都是埋在天上的 我先用長榮做例子 他們的會員有都是埋在這裡的 有沒有 網路最大頭顧啊 大魔頭帶著怎麼樣 漂亮的分析師啊 女的這個主持人啊 你一句我一句啊 在那邊演相聲一樣啊 到這邊沒有人敢講 沒有人敢看好 我的節目喔 非常怎麼樣 很細心的一步一步 教你們怎麼樣 要介入搶反彈 我昨天還說 你不應該 將長榮砍在昨天的低點 因為沒有跌破116.5 老船長坐在這邊有沒有講 老船長你真的有講欸 我說你好歹 對不對 這個點跌破了你設停損嘛 這叫紀律嘛 而且我還怎麼樣 苦口婆心說 有的時候停損沒有那麼容易 不是說跌破就一定要砍 對不對 收盤如果又沒有跌破的話 我是不是講兩個字 我說有運氣的成分 但不管怎麼說 我做的結論就是說 這個地方是相對低檔的超值 叫做超跌的股票嘛 跟你去追天上電子股哪個好 可是全市場只有我在講啊 因為航運股已經 爺爺不疼姥姥不愛 過街老鼠仍然喊打嘛 怎麼可能講這個收得到會員嗎 但是我堅持啊 我做節目我就是這樣 那你看長榮 今天哪來的116.5啊 連邊都摸不到 我是不是跟你們講 我說航運股跌到這個地方 已經怎麼樣 不敢說是最低點了 至少已經我個人感覺是超跌了嘛 然後馬上要公佈力多 我有沒有講 網路上那些垃圾酸民就講了 哎呀公佈力多沒有用啦 你看天天公佈力多 還不是這樣 我跟你講這些蟑螂老鼠垃圾 就是專門怎麼樣 看圖說故事 跌他就說壞 那你這樣一輩子做股票 你覺得你賺得到大錢嗎 那一樣啊 所有的電視台網路啊 通通都怎麼樣 不講的不講 看壞的看壞 那我為什麼要獨牌眾議 我也不是什麼東西嘛 我就小小小分析師而已啊 可是為什麼老船長堅持要講 因為這是我的工作 這是我的責任 也是我的專業嘛 那為什麼我不去看好 什麼聯電齊邦啊 我昨天還講什麼 我講新唐 昨天已經疊了什麼德性了 各位看 我跟你說什麼 我說下來的話要小心啊 這空間很大 我有沒有講 昨天在這裡我有沒有講 我說這下來空間很大 你要小心 我說這個是怎麼樣 頭顧老師在招收會員的標的 叫做新唐 老船長你昨天節目的確有講 但是我們幹嘛不鳥你啊 因為全市場只有你一個人講不好 那沒關係啊 不是不報時候未到 還有六千多張要賣 怎麼辦 帶你買的分析師今天敢不敢講 還敢不敢看好 航運股跌 全市場只有我 一點一滴的在節目上分析給你聽 很多人會員跑去參加那個怎麼樣 哇半導體啊 連電齊邦啊 新唐啊 還再加上一支茂達 6138 對 被他達了是不是 嘻 這頭性認養股啊 現在氣養了 知不知道 全市場敢說分析師沒有買這一支 分析師帶你們追的就是 齊邦啊 新唐啊 茂達啊 這幾支啊 電視上東東不敢講 網路上也都假裝沒有了 然後今天跑來蹭什麼 蹭航運股 我就跟你說吧 這邊就是低點對不對 你不要再殺了 你看是不是反彈了 我跟你講真的可惡自己啊 我去拜那個 陳皇爺的時候 我都很拜託 陳皇爺希望讓這些分析師 得到報應 不是說我嫉妒人家 收會員對不對 然後我們沒收到 人家收到 因為人家用騙的方式 不是喔 而是我考慮到 很多的投資朋友 他們是對投顧老師是有期待的 希望是正派的 然後自己不懂股票 操作損失 怕家人知道 壓力很大 好吧 把最後的希望 寄託在投顧老師身上 結果投顧老師反而成為他們 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各位觀眾你們覺得會不會很心酸呢 那這些老師我告訴你 他們是沒有羞恥心的 他們也沒有撤影之心啊 反正會員怎麼樣 騙得飽飽的就可以了 但是我說這次是縣市報嘛 對不對 你選擇了大魔頭 你跟了大魔頭 我講過 你的下場就是這樣子 好 那麼也很恭喜 相信老船長的粉絲 下半段節目回來 我告訴你 貨櫃三雄這一波會漲到哪裡 導播 古海茫茫 茫茫古海 您需要一位頂尖領航者 古海老船長 我們擁有陣容最強的IR團隊 提供您上市上櫃第一手訊息 我們擁有日夜盤最先進王冠AI智慧系統 方向清楚掌握致富關鍵 顧德頭顧老船長 是您古海中的一盞明燈 顧德頭顧諮詢電話 0800-555-808 0800-555-808 您的理財專家 顧德頭顧 我們擁有一流證券期貨分析師陣容 多空雙向操作 為您累積財富 金融市場匯局多變 您需要更全瞻更專業的團隊 等你您避開風險再創財富巔峰 顧德頭顧洽詢電話 0800-555-808 0800-555-808 我昨天在解貨櫃三雄的時候 我有在節目中透露了一個小地方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我說這一波搶反彈對不對 我跟你們說要怎麼搶 然後不行的時候停損要怎麼設 那個點沒有到的話 你不能夠亂設停損 我都講得很清楚喔 對不對 那我有說我們這一次搶反彈 貨櫃三雄我們不一定是買長龍喔 老船長你有講喔 對 我們買的是海公公 萬海 不是因為他今天掌停鎖 長龍陽明沒有掌停鎖 老船長就坐在這邊騙 或是拿萬海出來講 不是 因為我如果這樣做 注意聽好 每一個會員賠五億八千萬新台幣 我們所有會員 所有資金 全部搶反彈押的是萬海2615 如果我說謊 會員來索賠 除此之外 我節目因為這樣說謊 請觀世音菩薩作證 我下十九成地獄不得好使 所有資金 同一時間你會費不是交給我的 也就是說你不是我的會員的 你現在滿手套勞電子股 而且還要再往下灌 你注意聽好喔 因為我說過公布財報 電子股應該是衰退的居多 航運股三個字講完了叫做病病狗 那今天在講那些網路垃圾在講 哇 航運股公布力多沒有用 這些人是無腦 要不然是腦袋進水 每天在網路上胡說八道 每天在網路上胡說八道公布有沒有用 對你們這些垃圾來講當然是沒有用嘛 對不對 如果人生就是在那邊亂胡說八道做酸民 那個永遠窮光蛋三個字就講完了啦 真正想要從這個階層 再晉升到上一個階層 就是你擁有的財富更多的朋友 你就要去想你如何不要跟著那些垃圾 隨波起舞你要有自己的看法跟見解 你在選擇投顧分析師或是在看節目的時候 你不要看那種看漲就說漲的分析師啊 那你一定是追高殺低跟他一樣 你們都是散戶啊 其結果跟下場就是現在套得亂七八糟 怎麼辦 反而全市場看壞看爛不講的航運股 就只有一個老船長在講 那你就聽聽看他講的有沒有道理嘛 然後再用事實來印證 就印證100%Bingo正確 但是我要說一句比較不是那麼重聽的話 也沒有用 老船長此話整講 因為你不是我的會員啊 你現在有將所有資金沒有別的股票 全部壓的是海公公萬海嗎 有嗎 有我跟妳信啊 所以我常常跟我的會員朋友說你們不用擔心 老船長喔 講得很明 觀眾都沒有辦法照做 如果觀眾都可以照做我還收什麼會員啊 你們還交什麼會費啊 這個就是人性啊 那沒有辦法 你只有參加會員你才會照著做嘛 否則你自己在那邊 昨天啊 砍在低點了 怎麼辦 他今天除完席的第一天啊 今天漲多少錢各位觀眾 18.5啊 就快要填息了 他兩百多塊嘛 配十分之一嘛 一百股啊 一張股票有一千股啊 配一百股就配十分之一嘛 那你兩百多十分之一就是二十幾塊嘛 一天就已經填得差不多啦 那注意喔 當電子股開始大跌的時候 主力會從電子股撤出來 這個是必然的 因為主力他不是吃素的嘛 為什麼齊邦茂達 新唐高檔會摔死 高檔主力出貨了嘛 但他不是第一天就出完 他不斷的出嘛 他成本很低嘛 出出出他一直往下壓壓壓壓到很低 但這個出的過程當中 他的資金會轉向到航運股嘛 因為航運股的籌碼已經怎麼樣 比電子股來得乾淨了嘛 我不是說了嗎 散戶把船票都當毒藥了 都撕掉了嘛 各位記不記得我是不是這樣講 我還舉例說看電影黃牛票 對不對 你買不到票黃牛票就漲價了 那散戶手上的船票 都被大戶收走了 大股東收走了 船票自然要漲 我坐在這邊 我不是這樣子講嗎 真的老船長 你真的是這樣講 我們覺得你在編故事 我們也不理你 所以我們現在手上也沒有船票 還要追 對 所以散戶永遠是這樣子 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說 不會一天就結束 因為資金會回到貨櫃三雄 作為避風港 因為你要知道財報陸續公佈電子股是衰退的居多 如果主力他不是吃素的 他沒有那麼笨 他資金會先出來 那之前炒作的說多好 哇 瓦厚多瓦厚 那個都騙人的啦 在漲的時候你們都相信 在我看 鬼扯淡 哪有什麼好啊 那獲利跟這個貨櫃三雄完全沒有辦法比啊 哎呀呀貨櫃三雄未來怎樣 那你講電子股未來就一定好嗎 不用講那些廢話 電子股可以看三年五年八年嗎 亂七八糟 對不對 好 那當資金又回到了籌碼反而比較乾淨 而且為什麼我們選擇海公公 因為很簡單嘛 貨櫃三雄裡面籌碼最乾淨的 就是萬海 因為他的股本注意看 只有221億 而且萬海他比較有主力色彩 他在反彈的過程當中 會比較強一些些啦 我沒有說 長榮揚名不好 我沒有這樣講 我只是說會稍微活潑一點 這樣大家了解意思嗎 好 那這一波航運股 一天就結束了嗎 不可能嘛 各位注意看 這是萬海對不對 是不是相對低檔 對不對 這一段我們都沒有參與過嘛 對不對 這邊我們參與嘛 那它會漲到哪裡 注意看喔 放大 這邊結束了嗎 不可能嘛 因為接下來要公佈怎麼樣 要公佈利多 會往上走一段 會往上走一段 這是必然的 因為你要看時空背景 背景就是電子股開始大跌 所以你要不要顏色停損 老船長你昨天教我們 顏色停損的話 那抓最低點的話 有的時候是假跌破 對啊 你注意看喔 你注意看喔 你不要嚇到喔 這個叫做116.5對不對 整個圖來看 這邊是相對低點 我說你不要跌破這個116.5 那我們先來看新唐 在哪裡啊 低點在哪裡 這裡 明天跌破的話 下面空間大不大 這裡比較容易往下跌呢 它的位階 還是說這一種比較往下跌 你問國小就好 你不要問我 所以我昨天節目不是強調嗎 套牢有兩種嘛 結局為什麼大不同 位階的問題 你是在高位階的往下掉的時候 那個相對的低點 其實不會很低 再看一次 這個低點不會很低 這也很高耶 對不對 可是你看 這個低點很低啦 對整個圖形來講 它也是相對低點的嘛 這裡也是相對低點 位階不同 新唐在這裡嘛 你要小心喔 對不對 你看茂達 這個下來 這個 我跟你講明天 這些股票 這下面 這不得了 這個位階 長榮的位階在這裡 各位觀眾 在這裡 你們這些電子股都在這裡 那財報出來不如預期 那你就把筆記本拿出來看 當初是哪些人跟你講的 你就知道那些都是出來騙的 反而你如果相信谷海老船長 你昨天 我講了幾天了 你昨天用力的買 今天航運股 你是不是就發財了 對不對 好 所以我不會隨便拿這一張出來的 我敢拿這一張 我就告訴你 操作航運股一定要跟老船長 最起碼到昨天沒有人講航運股 只有我一個 我講得這麼細 停損怎麼設 怎麼操作 為什麼會漲 電子股要崩要小心 我都講得很清楚了 我在這邊恭喜我所有的會員 你們堅持開大門走正路 跟著谷海老船長 你也可以去問問看你的朋友 參加那些投股 現在手上一堆股票血流成河 但他們的老師 還在永遠漲停板 天天大賺 你們要小心 那個天天在節目上 講漲停板的老師 絕對是兩個字詐騙 我敢這樣講 我負法律責任 實體下我們都知道 會員早就輸死了 他們就是靠天天講漲停板 因為有人相信 你懂嗎 所以就可以一直騙下去 那相信的都是走上歸零高之路 那不要怪別人 我已經跟你講那種是金光黨 你不相信你就去 對不對 有人可以天天漲停板 你相信嗎 你相信你就是豬腦袋 那你也怨不得別人 好不好 我們堅持 要走專業的路 正派的路 有的時候操作上會比較辛苦 那沒關係 我陪大家一起走 航運股 還有船票的朋友 你要來找老船長 因為這一波 漲到一個地方 我說過 還是要出 我講話沒有改變過 你不要等到我出完了 你要再罵 老船長怎樣 我先講在前面 我醜話講在前面 你等到解套 解套到你的 這個 你希望這樣子上去解套到你這 不可能啦 反彈結束再下去的話 我說過可能會破得更深 所以你今天還有船票的朋友 我真的忠心的期盼 你可以拿起電話 跟著谷海老船長 我的表現你已經看到了 我們是玩真的 但就怕的是 反彈還沒結束你先賣掉 或是結束了你還沒賣掉 我擔心的是這一件事情 所以拿起電話 跟著谷海老船長一起操作航運股吧 現在開始撥打 本投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